欢迎小镇次,我是奇耀 如果你有关心近期的新闻 你就会发现到 科技巨头来马来西亚 投资的案例越来越多 像昨天 字节跳动就砸了100亿 要来这边搞AI的项目 前几个星期 谷歌要投94亿令吉 来这边创造数据中心 然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但凡 我觉得你是稍微客观的脑袋 你都会认为说这是好事 然后团结政府招商引之 创建良好的经商环境 所以他们也会有这个功劳 不过 我在网络上就看到 讲说如果你有刚刚讲的那种心态 如果你因此而称赞团结政府 你就是低劣沉沦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认为说 其实这些巨头 他们来这边投资是 跟安华跟团结政府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两种说法 第一呢 就是这一些科技巨头 其实他们是自己来这边考察的 所以呢 其实不是安华去召他们来 是他们自己来 他们觉得马来西亚这边呢 商好水好 就砸钱进来了的 跟这个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所以你称赞政府就是你是低劣 OK 第二呢 就是这些科技巨头呢 其实他们就是钱多 所以在东南亚这边呢 随意撒钱 那刚好马来西亚就在东南亚这边呢 就雨露均战 就拿到了一点点的钱 OK 所以坦白说 我看到了这样子的言论呢 我实在是有被恶心到了 OK 为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理解一下 目前马来西亚整个投资状况的一个 比较宏观的一些数据 OK 我们的KL Invest 在去年的时候就报告 目前来讲 是创下历史新高 外资投入KL Invest的这个比例上了三倍 OK 这是Zafruko我们讲的 除此之外呢 根据这个Standard Charter的报告 这个美国 法国 英国 这些财政部 Treasurer呢 都纷纷的评论马来西亚为东南亚 第二受欢迎的 这一个投资的这个国家 仅次于这个新加坡 所以你看了这些数据过后呢 你就会理解 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呢 确实是受欢迎的 这样子投资的这个国家 那现在我就来问你了 OK 假设呢 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 这些宏观的这个数据了 OK 我把它倒转来讲 假设我告诉你呢 其实外资来马来西亚 KL Invest投资呢 其实是跌了五成的 有五成的外资 其实是撤资逃走的 然后呢 这个Standard Charter告诉你呢 这些外国啊 英国 法国 美国呢 全部把马来西亚评为呢 最糟糕的投资国家 请问你会有什么感想 你一定骂政府啊 你一定 鸟这个安华嘛 一届政府 那么的无能 懦弱 比国门还糟糕 下台啊 等等的 所以 现在用一样的标准 一样一样的标准 现在呢 是我们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 OK 被评为第二好 然后创下新高 那你用一样的标准来看 你如果他差 你会骂这个政府 现在呢 他好 我们成功的打造一个 良好的金山环境 吸引人过来 为什么你不是 转头来去 至少 不要讲说你称赞什么 至少你认可 或至少你不要骂他 你不要讲说称赞他的人呢 是这个低劣沉沦嘛 这是我自己觉得呢 最恶心的东西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彻彻底底的双重标准 OK 为什么这样事情 我认为 就算不是安华 自己去找 他也跟这个政府有关系 是因为 为什么外国公司 会要来投资这边 有综合的原因 比方讲 可能是证据稳定 可能是我们这边呢 有非常好的 可能这个劳动力市场 可以提供 或者是呢 来这一边呢 其实他们在税务上 比起其他的国家 是有这个优势的 但是综合来讲就是 这一边的经商环境 是良好的 OK 经商环境良好 跟什么有关系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是跟政府的执政 还有政府的努力 会不会脱离关系呢 我相信肯定是 要连在一起讲的 OK 他不是唯一 但是他一定是在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那为什么连这一点点东西 都不可以去认可呢 OK 再讲到呢 外国公司其实真的钱多 然后呢 随便都来来这边 什么国家都丢一笔钱 其实如果你凡是了解 公司 尤其是上市公司 做任何的决定 都要跟这一个股东交代 OK 都要呢 每一步都是 都可以给出自己的 这个合理的解释 你真的认为呢 他们的钱会多到啊 因为马来西亚 刚好是东南亚的 一个国家 随便丢嘛 这样子讲话 我觉得是相当不符合 商业的逻辑 而且坦白讲 也没有经过任何的 这个论证 OK 而且你如果真的 要往前再讲一步了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新闻 OK 安华他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其实有没有带来 实际的回报呢 像是他去到了德国 找到了 Infinion这个国家 当时候谈妥过后呢 就帮吉达州的科技园区 带来了250亿令吉的 这个投资 那这一个新闻 是不是就向你证明了 安华就是那个 把投资带回来的那个人 就算你讲说 这些人可能也是 刚好看到马来西亚这一边 跟安华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真的是要硬白成这样了 这样其实呢 我们历届 所有的这个政府 不管是纳吉时候 慕尤丁时候 甚至更早期 他们所谈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用一样的逻辑解释的 跟他们没有关系的 纳吉就算是那时候经济好呢 也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都是人家看到我们好才来投资的 所以这个逻辑推下去呢 就一个结论 意思是讲呢 其实阿猫 阿狗 坐上这个政府呢 这个谷歌 这个字节跳动呢 都是会来投资的 就看你相不相信了 最后我只想和大家讨论 这个低劣沉沦的心态了 我们都看得到了 安华也好 加富都好呢 其实很积极的去到各个国家 沙地阿拉伯啦 这个英国 美国啦 法国 去照商影子 有很多的是潜在的投资备忘录 但是 有一部分其实也是落实了的 这个投资方案 我之前跟大家提过了 OK So 这一些投资的这些议案 它需要时间去反映在我们的经济表现 然后 最后才是让人民感受到这个增长 That's why我们会讲说 我们要等这个政府做完一届 我们再来评断这一个经济的表现 因为很多的事情是走长期的 它不是马上可以见效的 但是呢 这些政府做出了努力 也看到了一些增长 一些表现 你却骂他 讲他低劣 沉沦 讲说不管他的事 就好比呢 一个孩子 他考F 升级F 给你尿他 你知道不用功 然后呢 他就努力做 做呢 拿到B 拿到A 你又讲什么呢 你讲说 这个呢 不管你的事 OK 这其实是整体的水准呢 往下跌 所以你才拿高分 这不管你的事 这是呢 老师要照顾其他的这个同学 所以呢 顺便你语录均战 拿到这个好处 其实这样子的方法 完完全全用消极的这个眼镜呢 去看待政府做的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呢 都是糟糕 都是非常的 什么低劣的事情 实际上不也是一种 沉沦的这个心态 所以呢 希望说 我们当然知道政府有不好的 我们批评 但是有好的事情呢 希望也不要被妖魔化 OK 那这期看到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